以哈戰爭地面戰如火如荼開打 同時看不見的戰場也在網路引爆 以色列歷史悠久的一支足球 籃球隊特拉維夫馬卡比俱樂部 官網遭力挺巴勒斯坦的 駭客組織入侵 上頭出現哈馬斯武裝派系發言人照片 標題寫著真主勝利已盡 另外兩家俱樂部的網頁也淪落相同命運 特拉維夫至少兩個數位廣告牌 還曾被駭客入侵 播放哈馬斯襲擊 以色列的宣傳畫面 或是入侵以色列app 發布假的火箭 來襲警報 製造恐慌 這些駭客組織不是跟哈馬斯有關 就是因為個人立場而決定這麼做 向來自約旦的駭客侵入以色列新聞頻道 第十三頻道的新聞播出也曾中斷 出現哈馬斯最高領導層的代表 發布聲明 隨後夜門叛軍青年運動領袖也現身 講述對以色列發射火箭 美國智庫分析 這些駭客組織 愚公愚私 大多都挺巴勒斯坦 助攻哈馬斯網攻 成了尾巴衝突中 引人注目的場邊站 三立新聞 楊俊宗報導 尾巴衝突中 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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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 銀